登登登登 今天再给大家录一个许久未录的Vlog 而且在回家的路上 对 早上起来被我妈的夺命连环抠抠醒了 打开电话就是 你干嘛不回来 你干嘛不回来 平常我妈都很温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说 死包 吃饭了没有呀 今天早上一接电话 你怎么还不回来 到哪儿呢 怎么不接电话 就这样 给我吓到了 一下子给我吓醒了 今天就回 三年 15岁什么 30多 快了 许久未回的家 因为之前办签证的时候也回过 哎呀 但是 不是 因为 自己的倔强 所以就没有回家 对 之前都是住的酒店 所以这次 脑子里边充满了想象在家里边 家里边 是不是电视机的位置改变了呀 是不是沙发的位置改变了呀 是不是可能换了一些什么新的某东西啊 什么之类的 充满了位置 我的家里 呀 这次家里人都在家里面等着我 赶紧开快点开快点开快点 我就可以归家了 好 OK 现在 快到了 厉害我 八十多米 穿完一检子 还是热 给人看 那时候还能看到雪 对 因为这好像是我第一次 然后是在冬天回到这个城市 所以我在那里面 所以你看 穿的比较少 没什么 我的风格应该是这样 疼动 战胜 刚才我妈还忘我 到哪儿了 然后我骗子 我大算 我骗子我还要再三四个小时吧 对 然后 大算 忽然回家给人一个惊喜 现在 我已经在家门口了 好 我们到的比较美妇 骗子 刚吃完饭 然后现在 正在逛超市 对 逛商场 嗯 因为之前答应了妹妹 答应了妹妹要做她一天的 毫无感情的浮沉机器 没错 今天的我 就是毫无感情的浮沉机器 那你再欣赏一下我吧 既然没有化疗的话 你们有话想跟我说吗 走吧 来的路上 这个美极路 然后回家的路上 反而还是变了挺多的 因为有新开了很多店 对 新开了各种 比如说火锅店呀 然后比如说川菜 粤菜之类的 没错 接着我又要找胖了 Hey everybody 现在 我在帮我老婆试衣服 哼 唉 我觉得 有过我越说的方法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 给你们看眼神一身 好 好 哈喽 刚开完家庭会议 也聊聊天 刚聊完天 现在你们睡觉 对 明年还要去爷爷家 搞个大姑 二姑三姑 这个房间 嗯 今天看这个房间 就是我 上学的时候 睡的房间 给你们看一个小东西 没错 这个小台就是 还有这个台灯 就是我 上学的时候 每天晚上 下得业的时候 开的台灯 现在还存活在这里 奇迹 现在要睡了 希望你们也可以睡了个好觉 这样 今天 留了一些不一样的 偷偷的学个人 发现的 好办 拜拜 哈喽 哈喽 现在 我们要回北京了 然后 今天 今天本来想录了 这种图 然后 嗯 可能太开心了吧 哈哈 可能太开心了 然后就 把这事给忘了 嗯 嗯 今天去了夜夜家 然后中午 好多人 十几个人一块吃了一顿饭 很好吃哦 不是一碗饭的哦 那我们准备齐成回北京 回北京晚上还要入东西 都是给你们的 哈喽 好了 估计你们也快睡了 希望 你们每个人过年回家都可以多吃一点肉 哦 多穿一些衣服 然后 对 过年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好 拜拜 啊 哇 还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